这个视频将和大家展示新浪微博如何欺骗它的用户 现在打开的是江西省独立参选人刘平的微博 我们可以看到他并没有被我关注 我现在关注刘平 系统会提示我关注成功 然后在刘平的页面也是显示已关注 但是当我重新刷新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刘平又回到了没有被我关注的状态 这种利用技术手段故意欺骗用户的行为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做法 新浪微博在配合有关当局的监管微博上 可以说是不择手段